有没有听过凯格尔运动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有听过这样的困扰跟处理方法吗 对于女性私密处的帮助 不管是由我们专业的妇产科还是由医美 其实都有很多的方法 例如说雷射 大家以为雷射不就是在脸部吗 但是雷射它刺激的胶原蛋白增生 如果是在女性私密处有作为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呢 也是跟脸部一样会变得丰润哦 对一般都想说整容啊或者是整形等等的 为什么只能在脸或者是皮肤上面做保养 私密处为什么不能做呢 现在也是大家讨论的大热门的话题对不对 好那其实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呢 有这样的困扰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尝试 我想可能是大家比较害羞去聊到关于私密处的美容相关 不知道说聊成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是怎么做那我做这个将来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那会不会有变太紧啊 哇塞有这样的困扰 老公起不来怎么办 对那这些如果我们可以看看而谈 然后尤其呢是由最专业的医师团队和阵容去帮助所有的妇女朋友的话 那一定是会非常的完美 是相信刚才呢这个郑家纯提出的问题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疗程 方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般人我们先从第一步怎么知道自己是紧还是松呢 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判断 其实啊我们之前一直常常会有一个迷思 好像说我很年轻我可能就不需要在乎这些问题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紧不紧紧或者是松其实必须要到诊所 通过专业的咨询 通过内诊 然后去看看说 你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 它跟年龄其实不一定完全相关哦 真的耶 完全不知道说原来 可以咨询到内诊 请医师用专业的角度来帮我看 我有没有这个需求 对一般来讲说感冒看医生这件事情 但是你说要一般的女性进到诊所去 咨询这东西 大家一般来讲会有羞于其吃 你看外面这么冷 进来大家听到这些话的确这都热起来 会害羞会害羞 那郑医师有没有曾经听过有一些病患呢 向你去咨询一下说 例如说私立处啊 有松啊 或者是太紧啊 这些问题 有听过什么样的困扰 你有怎么帮他们解决的 哦当然啦 我想这个所有的女孩子 她心里心中 她最希望知道的就是 她到底知道 她到底她是松的还是紧的 她是不是很紧实的 尤其是生过宝宝的这些妇女朋友们 那么她们更是想一想知道说自己是不是松弛啦 那如果她自己感觉她是松弛了 她自己都没有什么兴趣了 何况是她的另一半 性生活可能就会不美满 是是是是 那要有一个紧致的还有一个厚实的有弹性的一个私密处 那这样子的话她才能提升她的敏感度 那么你的性生活才会完美 性生活完美就是一个家庭幸福的一个基石 哦那这样子你会不会对这样子的手术感到好奇 甚至是有兴趣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想一般的民众知道的就是 哦 剖腹产好像不需要 因为小朋友没有从产道出来嘛 又不是说 诶 医师不是都会帮忙缝吗 啊缝起来不就好了 就是大众的观念都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但是刚刚我们的正义师是有聊到弹性 对弹性 所以弹性是跟缝起真没有关联的哦 哎呦 到底是什么呢 好神秘哦 好想知道 哦好 那这个就要从解剖开始讲起啦 哇塞 那好 我们的阴道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一个橡皮管 嗯 那这个阴道的阴道口 就是我们处女魔的入口 那么它就是像一个有风扇叶片 一张风扇叶片的一个 一个弹力的一个网 嗯 那这个弹力网再配一个橡皮管 这就是形成我们的从处女魔到阴道的一个构造 那在这个阴道跟处女魔的外头 我们又包覆了一层的肌肉 那这层的肌肉我们叫做骨盆底肌 哇 那这个骨盆底肌其实 呃 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提纲肌了 是以提纲肌为主 那不管是男生女生 大家都会有一点经验 如果你在大大的时候 你在想要让它大得更干净一点 你会用个力收缩 那这就是骨盆底肌 跟提纲肌的一个作用 或者说你在尿尿的时候 你尿到一半就给它缩起来 让它不要继续往下尿 那这个就是一个提纲肌的一个作用 这个力道是来自于提纲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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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所谓的凯格尔运动啊 或者是我们放一个阴道球啊 压力球啊 这样来训练你的这个肌肉 所以除了这些刚才讲到这些运动以外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提到阴道的这个整容紧实手术啊 那方医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手术具体来讲怎么样进行的 好的 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一般在讲的阴道紧实手术啊 我们汉深美无极用的手法 其实跟过去传统的手术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传统的手术可能只有着重于带阴道口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阴道口啊 会因修武的部分 但其实我们整个的 我们的团队 跟韩国跟英国的 这些医疗团队交流之后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从阴道口开始 一直到阴道的最深处 我们做了一个全阴道的紧实手术 而且我们不仅仅只有重建 刚刚郑医师讲的这些这个筋膜的部分 我们连它的粘膜 连它的湿润度弹性 我们全部都做了一起的重建 哇 这么细致都可以做的哦 而且听说是可以客制化服务 对 是的 是的 因为每个人遇到问题是不是不一样 哦 那是的 是的 所以并不是说一个拉一个皮就够了 你当然你还有私密做的雷射啦 你还有所谓的雷射啦 所以其实那家传 有没有听过其他的方式 以你听过民间普遍使用来 让自己阴道紧实啊 私信生活更加美满 有什么样的方法听过吗 我只听过多深蹲 多深蹲运动的角度 就是训练肌肉 但是我们刚刚可以从郑医师的方式 这边达到的 听到的答案呢 就其实肌肉跟里面的通道 是没有关联的 对 这个东西好像跟一般人所得知的一些观念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其实两位医师等一下来解释一下这些迷思 大家想说做凯克运动就有办法 好像能够让我们性生活更加美满 这中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我们先听一下这个郑医师的说法 凯克运动就是把你的肌肉训练得非常的有力 那我讲一个笑话 凯克运动练到极致 就是两个女孩子站着比赛 谁尿尿可以射得比较圆 如果你凯克运动 谁会很好的话 在厕所比这种东西 特别是女侧一间一间 而且来谁会比这个 所以单单做凯克运动是不够的 所以基本上凯克运动还是在医疗上面治疗漏尿用的 但是你要 一般女生她一直保有运动的习惯 可能她如果是在中生代四五十岁 跟其他人比起来 看起来是比较有年轻活力 可是脸上的细纹是运动救不了的 因为年纪本来我们人就没办法跟时光抗衡 但是如果你自己透过内在的保养 跟刚才所说的这些 引导紧实手术等等的各种不同外在的手段 你也许是真的有办法跟时光抗衡就有可能发生 方医师那我有个问题 是不是说以我们脸部保养的概念 现在大家二十几岁都开始在做垒射 因为一直维持她在最好的状态 比起四五十岁再去大处理 大进场维修 其实两个比较起来 应该是要随时的去保养她 没错 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好 其实我们在诊所常常会碰到 很多的年轻小女生 他们可能二十出头就开始接触 这样的雷射啊 电波这些东西 观念非常的好 可是对于私密处 我们常常是等到可能生产过后 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或已经有症状出现 或者是说其实另外一半开始抱怨了 他们才来诊所 说我需要这样的保养 那你就会发现 你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才可以达到年轻时候的状态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 其实私密处的年龄 跟你外表看到的年龄 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所以我们希望 都能够早一点开始保养 所以所有女性朋友呢 可以在成年之后 就先有这个概念 观念啊 对 超前部署嘛 现在很流行的四个字 对 超前部署 因为你随时保养 一直把它保持在最佳状态 比完全衰退再去救起来 那难易度肯定是不一样 我们刚刚有问到的问题 是不是 医道紧实手术只限定 那个自然产的妇女 好像也不是对不对 当然不是 有些人就是说 我剖腹产 我小朋友没有从 这个产道出来 我有什么需要 关于这一点 这一次有没有什么想要 跟大家解说的 大家以为说这个剖腹生产 我剖腹生产 那我的阴道就不会松直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啦 阴道有两个很大的杀手 第一个是生产 第二个的话是年纪 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 有一句俗言说 男的大到二五 男的大到大到 所以说一个女孩子 从25岁开始 她就开始走下坡了 她阴道就开始松弛了 她的成长到怀孕的部分 就开始走下坡了 男生的话25岁 女生的话是到怀孕的时候 看哪一个先吧 两边这边是不是 刚过25嘛 是不是比较稍微担心一点点 可能才18 你们现在还要在7年左右 才需要担心这个东西 好好来这一次继续 所以需要保养啊 我们女人的第二张脸 一定要好好的保养 对 等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干涉萎缩 就来不及了 那大家以为说 她认为说 我剖腹生产没有关系啊 不用保养啊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年纪跟荷尔蒙 它就是一个作用 刚刚讲过了 女孩子大到大兜 大兜的时候 因为你的荷尔蒙的作用 黄体素 它让你的阴道 就是要生小孩的嘛 它就是会让你变得比较松弛啊 你不只是阴道松弛 你全身你的肌肉啦 你的肚子啦 你都会觉得都比较松弛 所以剖腹生产 你剖腹产 虽然没有经过阴道 但是所以它撑开的 这个阴素就没有了 但是荷尔蒙的作用 还有怀孕本身的作用 还是会让你的阴道变得比较松弛 所以要一样要保养的 有些人想说 手针三十年 可能没有机会 如果还是在一个 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可能不会有影响 但事实上 年纪自然而然 就会影响我们 家传对这个故事 感触良多 没有啦 我说你身旁 你身旁有很多的好朋友 会跟你讲嘛 对不对 没跟你讲 哎呀妹妹啊 我跟你讲啊 阿姨怎样怎样怎样 你有听过这样子的困扰吗 没有 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迷思破解 应该要 就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就算你没有生小孩 你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些变化 所以导致 你应该要常常做保养啊 对 就其实大家都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讲说 你不动 你不用它的时候 其实说不定 随着时间 年纪的这样过去 时光飞逝 一去不回头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老化 但是当大家呢 想说 平常私密处保养这个话题 就是感觉很害羞 你看我们讲的时候 现场可能很多大哥大姐们 都非常的害羞 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都害怕去碰触这样的话题 那我想好奇 问一下方医师 就如果说今天啊 有很多女性朋友们 她们不安 她们担心说 哎呀我们害怕谈论这个话题 你会怎么样去安抚 她们的不安呢 因为相信一样作为女性 应该是有办法了解 她们的困扰在什么地方的 其实像我们在门诊 碰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会需要 多花一点时间 有耐心的去了解 她们真正的需求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碰到的患者 他来都是 就是声东即西 比如说她先说 哎我可能有漏尿的困扰 可是实际上她其实是对于 她的性生活感到不满意 所以其实我们会蛮鼓励 我们的女性的患者啊 勇敢去正视自己的需求 因为其实我们说十色性也嘛 其实性需求 或是在这方面对于亲密关系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啦 其实我们就是慢慢引导我们的客人 去说出他们内心真的的感受 其实很多人他们来接受治疗之后 哎才发现原来其实另外一半 就早就有抱怨了 只是不肯讲出来而已 哦 所以在主持生夜保健室的过程当中 家传有没有常听到一些网友的困扰 就说啊女朋友太松啊 或什么样的问题 你有听过这些困扰 你怎么样回击他们 或者是如何回应他们呢 这个我要讲 可能有些男生玻璃心会碎裂 哎呦 哎呦 不过我们地毯是很安全的 大家玻璃掉下来不会碎掉 但是其实我想今天这个记者会 我们要宣导的观念 男生也应该要一起听 对 因为如果说男性他天生的条件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雄伟的话 哎是 讲得极其委婉很棒 但是夫妻想要长长久久 有一辈子百年好合嘛 那如果说我们女性这边 可以透过专业的协助 让那边变得更紧实 去符合她另一半的状况 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 但是刚刚我们都是讲 由松到紧 对 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也会很好奇 什么可能 就是湿润度 哎呦 在这样专业的协助下 跟对于本身分泌的这个爱意 嗯 它也是有帮助的吗 对于体液分泌这部分 这些手术是有办法帮得到忙的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随着年纪 或者是一些荷蒙的改变 我们的阴道可能会逐渐萎缩 分泌就会开始逐渐不够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治疗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一个是紧实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于这个湿润度 弹性的部分 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类似像 PRP啊 字体生长因子 玻尿酸注射 去增加它的湿润度 还有增加它分泌的状况 其实都会让它的性生活 得到很好的改善 所以现在你看 你这样子听到这些做法之后 你回去如果说有网友在跟你问问题 就知道怎么样回应他们了 来来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来补充补充补充 这个 这个不只是说你只有拉皮 那是不够的 所以你做了一个阴道整形 等于就是做了一个拉皮嘛 可是你拉皮完了以后 它变成紧绷子 它不厚实 我们的阴道紧不紧致 你觉得紧不紧 其实是跟它的弹性 跟它的厚实有关系啦 那你如果你的细胞本身 就是我刚讲的肥厚呆呆的 它就会比较厚实 厚实的话它的分泌物自然就会多 所以爱义就会多 那厚实不只是分泌物多爱义多 那它的敏感度也会上升 那很容易碰了就敏感 所以它就很容易就高潮了 所以 都是环环相扣的 环环相扣的 环环相扣的 所以你不保养好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它变得紧致的话 那这样子其实单单做拉皮还是不够 那我还要讲一下 刚刚这个我们鸡排妹讲到 男孩子的本身它有弱点 其实啊 男孩子只有肩不肩挺的问题 女孩子它如果够厚实 我们的一脑口本来就是很小的 但是它没有保养 它本身的弹力圈的力量不够了 它弹力圈的力量不够了 那它里头 它的这个弹力不够 所以你才会觉得不紧 其实是适不适合的另一半 不然的话其实男生应该是 原则上是OK的 所以男生有迷思 女生有时候也有迷思 像这种迷思就要透过这种专业的对谈 慢慢的去引导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们才会觉得说 有问题就来求助医师的意见嘛 对不对 其实像家传好像身边有人 他其实就是这个有受惠于汉生集团的 这些照顾的服务 对不对 是 因为我的弟弟 他老婆 我替期的第一胎 去年就是在汉生 去做不副手术的 那我全程都有陪伴在旁边 然后整个诊所的环境 都非常的舒服 然后医护人员非常的专业 贴心 这非常的感恩感谢 今天我们护理长 也来到这个地方 哇 不理长 谢谢 给您最好的照顾是我们的责任 你选择我们汉生是我们的荣耀 讲到 谢谢 讲到 他会有人选择的 是他的弟媳 弟媳选择的 我还没有生 不好意思 如果生过之后 这样子的身材 那真的是相当厉害 这一定是透过 将来如果说 有些妈妈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 透过我们汉生 美无疑的这样的合作 你在生产的时候 得到妥善的照顾 生产完之后 像我们刚才讲的 透过这些手术 让你回到跟年轻的时候 之前一样的美好 听完这些医师的分享之后 那家传会不会想要把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分享给 珍宝的亲朋好友呢 而且 其实这个服务 他们是在同一栋大楼里 是 对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产妇 她在这边做产检 就可以先预洗一下之后 可以做的一些美学相关的私密处保养 那她生产完之后 就有专业的团队 去帮她做一些修复 等到她伤口都完全愈合之后 就是方医师的工作啦 她要去美化她 去升级她 让生产并没有让女性 成为一个很忧郁的来源 所以从内到外 我觉得今天台上三位来宾 是一个很棒的组合 就透过家传这样子 深夜保健时 让我们不再害怕